新州线上教育长我们的iPhone 12 Pro Max等着你迎娶 我们新州线上教育长呢 也就是在来临的4月24号及25号 在我们的新州的这个平台 当然我们在这个教育长里面呢 将会送出我们的iPhone 12 除了有我们送出的这个iPhone 12以外 还有就是三家华为MediaPad 当然还有一些周边产品 有包括由我们商业旅游局 Temoto以及Poca所盛情赞助的这些礼品 等着你迎回去的 当然我们要怎样能够迎娶这些新印抽奖呢 我们有一个方式 您只需要登入进我们的这个 efexinjiohmalaysia.com.my 先注册为我们的会员 在教育长的当天呢 你将可以游览我们的所有的学府 你必须游览超过三间学府以上 当然我们有一个系统可以计算 你参加过的这一个学府所待定的时间 符合我们的这一个要求呢 你就有机会迎娶这一次的这一个新印抽奖 当然大奖肯定也就是你了 那大家好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Vincent 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新洲升学教育资讯单元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 请到来自马来西亚 也就是三位的这个College Kuchin 的两位代表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请我们的两位代表 先跟先生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嗨 大家好 嗨 你们好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呢 请到来两位讲师 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主要也是要呼吁一下我们的这些 要准备上大学的这些学子们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的这个三位College Kuchin呢 也是提供一些非常多的这个课程 给所有的学子有机会去做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那我去探索了这一个三位的这个课程 其实有很多啊 其实我们学子不懂的怎样去拿的这些资讯 所以今天我们的针对这个节目来给大家带来 这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会计的这个课题 那我们在深入了解之前呢 我们会先请我们的这一位上文嘉宾的第一位给我们亮相的 也就是我们的Professor刘显龙博士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会计的这一块 那会计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Professor 会计在未来是否会被人工资能 也就是AI取代 我们请我们的Professor跟我们讲解一下 嗨 你们好 我首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也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我好多年前在古静 UniMax那里念了工程学识之后 我就继续到外国去深造 而就开始进入电脑科学的这个领域 所以今天好多人都在问我 会计师会不会很快就被这个AI 人工智能取代 其实不单只会计师 甚至厨师会不会被取代 都有这些问题 可是会计师非常是一个贴切的问题 因为每个地方都需要会计师 而今天看到这个AI到处都在提倡 也在推广 很难人家不会想 万一人工智能机械人取代人类的时候怎么办 而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真正整个科技 还有人工智能要做的东西不是取代人类 所以你看的电影这些机械人 就是takeover的把人类消灭 这些幸好还是影片 可是在这个会计师 甚至整个这个商业界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不是最近的事情 可是可能几十年来 如果没有电脑的话 就达不到今天的效率 而这个效率必须还要继续提升 而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要开发人工智能 好让这些科技 这些方便能够让会计师们 更有效的做他们的工作 而我觉得有人工智能 来到我们的这个工厂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很多重复的工作 现在我们不需要人手动去重复他们了 你就有这些电脑系统告诉你 什么东西是重复的 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人其实会更有创意 人会更有效率 而我相信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会计领域的未来 就是会计师加上人工智能 就是win-win 这个是我的想法 让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数码的时代 那这个职场所需要技能是什么 今天数码最重要 我觉得每一位特别是新的毕业生 你必须要对电脑和科技有一定的掌握 当然也不是只是我会上网 会刷面书 会上instagram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 更重要呢 你如何可以最快时间 能够对任何的科技软件可以上手 然后你学习的能力 对这些科技有关的软件功能 你也能够在最短时间 能够使用它来解决你工作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真的跑不开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去应聘工作 而说我不会用word 这是难以想象的 或者他根本不会用这个excel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这样何况一些更复杂的工作 他真的老板们会担心他不能胜任 而幸好从中学开始到大学 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应该都有教这些课程 而课室以外呢 也有办法可以去上一些课程啊 或者甚至网上都可以学到 所以这个数码和科技的一些技能是真的不可缺 而我觉得当有一定的基础之后 其实如果未来的这些 这些我们未来的栋梁 能够也开始多花时间去学一些 本来是属于电脑科学的一些东西 好像编程啊 一些在科技计算 这一类的一些知识 无论他会不会自己使用 或者他会跟电脑科技的人一起工作 也方便他们可以很好的沟通 而讲到这里我也认为 说完了这些科技所必须要有的技能 人还是会跟人一起工作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很习惯用电脑 就好像今天可能我们都不播电话的 就用这个WhatsApp写个消息就好 其实来一个电话好好地问候 总比WhatsApp上的问候还要温暖得多 所以我想无论你对科技有多么的熟练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沟通还是很重要 所以会说会写 会让人家明白 能够在一个公司的环境 一个小组里面一起合作工作 然后可以一起解决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 现在和未来毕业生不可缺的一些技巧和技能 在我身边其实也是蛮多朋友 是觉得是否我想请教授跟我们谈谈一下 就是说他们念的这个大学 是不是未来的这个就业市场 这一块可能就比较多 谁就很想知道的 包括我也是想知道 那你有什么看法 你所谓的这个就业是所谓你学的 跟你去做的这些的关系是吗 对 这个有不同的方面 好像医生啊会计师这些 你所学的跟你做的应该很有关系 如果读电脑科学就不一定 因为你所学的是一些可以应用在不同领域的 今天如果你读了电脑科学出来 你可以跟会计师一起工作 你也可以去医院跟医疗人士 而这个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 有一些工作比较狭窄 比较广泛 根本不是这个关系 而是在现在开始到未来的工作 都是一些所谓的collaborative 就是一起共同合作性的 很少人可以学一样东西 就靠自己就已经可以迎天下 都是一起合作 互补和互相补足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追求的未来了 所以就算我们今天说会计师 当他对别的领域有一定的认识 也帮助他在会计上可以做得更好 他的知识广泛的话 那他能够进入不同的领域都有帮助 所以我要跟一些这些学弟学子们要说的 就是不要太担心你学的东西 是否跟你以后做的工作 是不是直接有关 除了学一些非常实用的这个技能和技术之外 也开始学习如何可以应用它在不同的领域 我觉得会计这个领域就是非常 其实也是广 虽然做的是会计 可是不同领域的会计 也有他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当他对那一个领域有更深的认识 他完全可以马上投入 马上帮那个领域达到他们要的目标 甚至更多 这样这一种人才 我觉得哪一个地方都需要 所以这个应变性 他愿意学习的这一种态度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多学子 就是很想知道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看法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就是想要知道的一些 就是怎样去深造这个到这个 Sungway College Kuching呢 现在我就请我们的Professor休息一下 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代表 也就是我们Sungway College Kuching的 Ms.Tang 好不好 Ms.Tang 你还OK? 好 好 那M.Tang我想知道一下 因为Sungway可以说在我们古境非常的出名 哪里都可以看到的 这个logo真的是非常出名 那我在这里想说趁着这个机会 我想问一下就是 现在这个Sungway College Kuching 能够怎样帮助学生为数码时代做好准备 上的就是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解释 OK So from我们的College这边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一定就是要提供学生基本的电脑知识 像Microsoft Office是最基本的 他们做assignment啊 做一些功课 基本上我们都会要求说 他们一定要用这些Microsoft Office的apps来完成 然后过后我们也是会鼓励他们说 就是要学习怎么样用电脑用网络来找资讯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快找到相关的资讯 compare to你知道传统的方式就是要去服务馆 然后要一本一本书一面一面翻 you know so如果他们会用电脑会用网络的话 其实他们是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可以找到很relevant的information 像Prof Law刚才讲的就是他们要学习 我们会鼓励学生说学习怎么样与电脑合作 与机器合作 然后来更快速的达到他们要的效果 然后of course也是我们from college的side 我们也是要career awareness给我们的学生 就是给他们知道说education是很重要 他们在education得到的知识是很重要 可是有一些extra的skills像这些digital skills 他们其实也是要学的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学生就是来这边 像如果说他们要报读会计 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读会计 这些电脑的课程 这些数码的技能 不管他们的事 所以我们就要create awareness 我们就要安排很多的talk给他们 especiallytalk from我们的企业伙伴 一些employers 来告诉他们说 这些skills在职场上 现在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如果能的话 我们也会要他们分享一些 就是说在现在到未来的资产所需要的技能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学生除了他像会计的知识以外 他们还要学这么多extra的skills 所以学生才会了解说 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 不然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喜欢accounting 所以我来我就是要读accounting 我不需要读这些extra的skills 可能有些学者觉得 我只是念这个account 其实我不一定要从这个电脑 要怎样去操作 要怎样去计算 因为他是觉得应该不用这么麻烦 他会觉得 为什么还要去念一些这样的东西 过后才能够去做到这一个会计这一块 其实可能他们开始学basic的时候 他们会看不到说 这一个电脑的skills跟他的accounting skills 是怎样有关系到 可是可能他学会用这些电脑 像一些accounting学生 我们会教他们用电脑accounting软件 所以如果他学会用这些软件之后 其实他们就会发现说 这些软件是公司帮助他们省时间 可以省时间 而且他的那些 像他计算那些数目 他就不用自己来做 甚至不需要Excel来帮他算 这些软件全部都会帮他计算好 这样就真的方便了 可是一定要灵机出学期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那我是想再问Ms.Tank一下 就是当前的这些课程大哥 是否有包含这些技能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包括这个ACCA在帮助学生做准备 营像数码时代 又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所以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Syllables里面 一定多多少少都要 include一些电脑的课程 像我刚才讲的 所以如果是他们报读像我们的Diploma in Accounting 或Diplo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的话 我们每一个Diploma里面都会有一个basic的电脑的课程 然后过后我们还会有另外的subject 就是我们会教他们跟他们课程有related的软件 像刚才我讲的像Accounting学生 就会学习用Accounting的软件 来generate他们的financial statements 学习做用那些做账目 然后像ACCA的话 ACCA它最近几年也是开始慢慢的 包括这些digitalization的东西 在他的Syllables里面 像他们最近就有做很多更改在他们的Syllables 他们的Syllables里面现在就有包括 Cloud Computing Cyber Security 然后even他们会教学生说 怎样用Audit的软件来做Audit 所以他们也是会很常跟他们的 Stakeholders会有meeting especially是他们是全世界都有partners 所以他们会跟他们全世界那些stakeholders 就会坐下来 almost每一年他们都会有meeting 然后会问他们说 现在在每一个industry到底你们要怎样的accountant 你们需要的accountant要有怎样的skills 然后现在他们每一个industry 他们的走向是怎样 然后他们就会配合这些意见来改他们的Syllables to make sure他们的graduates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那些技能是职场上需要的 其实 班有一个蛮重要的这个角色 然后在这里呢我还有觉得 在这个刚才我们Mistang所讲的这些课程啊 包括这些电脑软件这些啊 会不会给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掌握到一些技能是否会面对一些挑战 挑战我觉得现在现在的you know 我们的surrounding变化真的是很快 挑战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 不是just for我们的未来的毕业生 因为现在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变化真的是很快 我们每一天 几乎每一天都要学习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过后他的软件update也是很快 你要不断地学习新的function 所以除了他们 I think他们最大的挑战是除了他们学习到的技能之外 就是他们不要觉得说他们学到了一个技能 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停止学习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们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 然后很多 that's why很多人现在开始说 到底education还会重要吗 因为好像很多人读了书 even读到master's CHD过后可是他出来做过没有几年 好像慢慢也就被淘汰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要不断地学习 现在学习没有说有一个ending point的 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在更新都是在 在这个网络上或者是这个全部的这个技能上都是在更新 我们大家都需要在一起学 对 就是你也讲挑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好那我想我也要 每一个人都有 对那我想听一下我们的professor好吗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挑战好吗 就是这个技能对 我觉得学生最大的挑战是他要学很多东西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们 几乎好像学的东西比我很多年前多了很多 所以我可以了解他们觉得很有挑战的这种心情 可是他们还是必须要准备要安排好 好让来到大学一般很重要的还是要学基础和这个理论 虽然看不到他有什么好用 可是有一天会用上 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不同的技能怎样应用 因为他开始工作就要先用他 之后再加上以前学的理论 我觉得他真的是预备好面对前面的未来 再加上刚才Mistam说的很对 如果可以学习如何好好的学新的东西 在大学所建立的基础 其实是够他们继续在学新的东西的 我觉得就是这一些心态和态度 他抓好的时候 也在大学时间学习好这一种习惯学习 喜欢学习的态度 其实我很有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东凉了 所以这些挑战 我常会跟学生说 他的存在就是让你的学习更有意义 不要把挑战看成是敌人 可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就像错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为从错误当中我们会学习 什么东西不该再做 而以后就会越做越好 这些说清楚的时候 其实我在这些年轻人里面看到 是很多的希望 很多的可能 因为他们现在有的选择 比我们好多很多 而前面最大的挑战 也是他们最大的机会 就是很多东西是今天定不了 也预测不了 可是这就代表 他们的世界是非常的广 他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可是今天好好地学习 就是成为他以后 前面二三四年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了 对 我们谢谢我们的 Poficial 刘 显龙 教授 跟我们讲的这一个 其实他不是一个挑战 只是说他在更新 我们只要是跟着我们前面的skill跑的话 其实就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不对 好 容我加一点点 对 可以 没问题 挑战是一个角度问题 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机会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挑战 对 事实还是摆在眼前 我们一定要从容的 找不同的帮助 好像有这个平台可以来学 有在college 在学校 有老师 有同学 然后你就会发觉到 我们都可以克服的 因为一起合作 肯定可以做到的 对 应该可以讲一下 就是每一个肯定是可以做到 只是说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跟一些教导 你就会知道 它是skill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我们的 这个武进Sunway College 打一个小广告 自我所知 大家都知道 在网络啊 包括你去新做的平台 全部都是这个 Sunway College的 这个探索业的广告 那这个节目呢 那我就要请我 Miss Tanya跟我们讲一下 古进Sunway 许映的这个探索业 依然在进行当中吗 那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些 这一个 她的入学的相关资料吗 OK 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探索业就是 就是像他的名字讲的一样 就是 其实我们要帮忙那些高中毕业生 去探索他们未来有什么出路 有什么机会 因为其实很多高中毕业生 他们刚刚读完 考完SPM或者是高商 然后其实他们对Collection课程 或者是入学条件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选择 他们都不是很清楚 然后有时候他们又觉得说 如果他们直接要来Collection的话 好像又不好意思 又觉得说如果他们到最后 没有选我们的话 他们又觉得很对不起我们 对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对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用这样比较indirect的方式来接触他们 然后也是可以就是 给他们一些升学的资讯 所以that's why 我们就come out with这个探索业 教育探索业 所以在这个探索业里面呢 我们就会告诉学生说 像我们在三位Collection offer什么样的课程呢 我们的入学条件是什么 然后过后我们有什么样的scholarship 或者是助学金 可以offer给他们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也是会告诉他们说 这是我们探索业的focus 会是在未来的资产技能需求 跟一些数码技能的需求 所以其实如果他们有说 要知道说 whether他们现在读完 他们的whether是diploma 还是他们 我们叫毕业的学生 其实也是可以来听 就是说他们可以更了解 未来资产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们到底现在读的东西 再过五年十年 或者是甚至是十五年 到底还可以用到吗 过后他们怎样要确认说 他们过了毕业很久之后 他们不会被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取代 重点 这个是重点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是以前的什么年代念了 然后现在去了 现在年轻一般出来 可能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岗位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趋势就会不一样 是不是已经被一些新的年轻人取代我们了 对 所以其实之前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interview 就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他就说 现在年轻人出来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工作态度 这样就 我们不要讲老子 我们讲比较senior一层的 对对对 同事 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原则 这到底是我们要跟着 他们的original的原则 继续move forward 还是说我们要听年轻人的想法 年轻人的态度 来 重新操作这个company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 他们有经验的那一些 比较senior的colleagues 他们有他们的经验 他们有他们的value 可是年轻人的想法 可能会比较接近现在市场上面的需求 所以其实他们可以work together 就是他们可以combine他们的ideas and then you know to make sure他们offer一些东西是 他们不会违反到他们company original的value 哇 他们又可以推出一些比较新的产品 来应对市场上面的需求 对 其实你自己 你讲的这一 就是后面这一段 真的应该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的 为什么 他也是真的怕年轻一代取代 其实他们的经验也是 他们的经验也是不能够取代 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他们 年轻人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那不懂我呢 我也是想要听一下我们的professor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当你再也不能在你的这个领域上贡献的时候 你就会被取代了 就是最基本的原则这样 这个跟年龄不太有关系 可是有时老一辈的就是比较年长的 就是因为不愿意前进 他会被取代 因为他跟不上 同样年轻要跑得太快 却不吸取一些错误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 所以刚才Mistan说的很对 其实是一个合作 然后互相的互补 而这个公司 其实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挑战 因为前面走过了 他知道怎样去避免问题 新的又会跟我们讲 可以用什么新的办法 解决同样一个问题 这样就不断的有能够创新 也可以开始大家有尊重 也珍惜对方的这个input 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工作环境吧 这个就会比较适合 就是说大家能够共同一起研究出来 可能就会创新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对 那在这里呢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真的这个问题就可能就也是蛮多人想知道 可能就是家长想知道的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 是否可以给我们 就是我们的一些学生跟家长包括老师们 知道一下就是 未来的这个五年跟十年 具备高市场的需求的课程 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一些读者一些建议吗 所以Miss Ten Miss Ten OK 我觉得其实现在最重要的那些高中毕业生 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出他们的兴趣到底在哪里先 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查那些 因为你知道这些工作 要是他们选择一个industry 这一个东西是会跟着他们的下半身 所以你imagining你如果你做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 你everyday你起来 然后你push 你force你自己去做 just because of 那个income的话 其实是蛮痛苦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找出自己的兴趣 然后才决定说你要去哪里升学 然后升学 升学当然还是重要 因为像刚才Proper是提到就是 education给你是一个基础 你一定要有这个基础 你才能够出来跟人家complete 你就是像education的knowledge就是像一个物质 然后其他的additional skills就是像那个物质里面的夹食 你没有物质的话 你没有地方find这些夹食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对所以就是education找出兴趣 然后design要读哪一个课程 过后读完之后毕业之后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 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train to适应新的环境 新的东西 然后才能够跟着上那些脚步 才不会被淘汰 那我们的professor怎么说 Ms. Tang说得很好 所以我只可以补充一下 我觉得 这个passion 就是他的兴趣这些是很重要 因为 如果 当你觉得过程困难的时候 其实就是兴趣可以让你说我不放弃 这个很重要 如果年轻人不明白的话 你看他们怎么去玩游戏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他喜欢那个游戏他就不会 那个boss他可以打十次二十次 打不倒他就继续尝试 我觉得用同样的心态来面对 无论是学习上的挑战或者工作 都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的努力 一直到他们达到目标为止 我一般还会跟学生说除了找到你这个热爱 你的兴趣的地方 我也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要找到目的 这个purpose 如果你来读书 很多学生会说是我爸爸妈妈叫我来读的 这个也不一定有错 真的我很诚实的说 父母讲的 有些时候是很好的劝告 所以你要花时间去想 为什么他要我选这一个领域 然后为什么这么重要 今天其实资讯到处都有 我们以前要找人都不知道问谁 今天你常有这个讲座 你online到处有人去分析 其实学生应该多花时间去看好的资料 去询问自己学习怎么累积 然后帮助他来找到他的兴趣 找到他前面五年的一个目标目的 这样来定一个目标之后 你就会发觉到我不是随便做了 你要想一下好像跑步 跑一个马拉松 42公里好像很难 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跑去哪里的话 是不是跑来跑去都觉得很没有意思 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当讲了这个他都听得懂的 所以希望你们听到这个访谈之后 可以开始去想 我到底要往哪里去 你设好这个之后 你对你选的科目 你喜欢东西就容易定位 然后之后就是要有几率 要有兴趣 要有好的朋友 然后多多去找一些 看起来比较年长 可是很有经验的人 多听他们给一些劝告 你可以参考 我觉得参考是很重要 而我觉得在整个路 这个过程里面就会省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不用走一种网路 而之后 定好基础之后 你学很多东西都会觉得是很容易上手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你可以发挥的时候 所以希望大约有这样的计划 可以给他们真的有信心 面对这个前面的挑战 好那在这里 我们的这一个 今天的这个 升学资讯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三位 College Kuchin的 Miss Tang有做什么最后的补充吗 其实大概就是像我所讲的 就是如果是说你现在 你还不能够决定说 你的兴趣是什么的话 maybe it would be good if你可以先找出你的兴趣 然后才来探索说 你要去哪里升学 然后升学方面的话 应该很多学生就会 第一个顾虑是 要怎样去找那些College来 咨询一些他们要的资讯 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些学生就会觉得说 maybe他已经找出他的兴趣 他大概也知道 他要去哪里升学 可是financially 他们学费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他们不知道要怎样去 you know 怎样去afford那些学费 其实我们会比较鼓励学生 就是说 whatever问题你有的 说不好意思去问我们 或者是even其他的College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尽量来问 even学费方面的话 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都有offer 讲学金 或者是助学金 再没有的话 其实像我们的 diploma program 父母亲如果有EPF的话 也是可以withdraw account tool from他们的account tool 出来 帮部分的学费之类的 所以就是尽量来跟我们谈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也是会尽量的 给你一些answer 或者是我们能够帮忙的话 我们也会尽量的帮忙 对 其实我们也 其实我们也是说 鼓励这些学子 就是说一些学生 以及父母呢 觉得不要羞耻 你就是敢想去问 去问上位的 whishtang就好了 就是 欢迎回应 到底我们要怎样的资格 给上大学 你寻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找他们 对不对 可以吗 whishtang可以 可以 又或者是说 你是怕说 我们offer的program 现在读了 不知道说以后 还能够用到吗 这些skills 然后你可能也可以去看一下 新洲的Facebook 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线上讲座会 所以线上讲座会 我们除了我们学院的代表之外 我们也会有一些 我们的partners 给talk 然后我们也会提到一些 未来职场的 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所以maybe你也可以 attent他们的talk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是可以尽量问他们的 对 那我们最后也请我们的 professional law 来 有什么要做补充的吗 我只能够说 年轻人真的不用担心了 很多年前我也担心过 可是也是这样走过来 所以你真的有这个 不是只可能 你一定能够达到你要的目标 所以刚才 我们都已经谈了 你要想办法去得到这个资讯 你可以直接问 你可以写电邮 你可以上网去找 你越有这个资料资讯的时候 你做的决定就越好 所以这个时候 也当这是一个训练吧 我觉得你如果现在已经 在这样的阶段就不敢问的话 你以后工作 你还是继续要去问人家 因为你能够弄清楚 要做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更快可以把 有效率的把工作做好 讲回来 我觉得今天主题都在谈 关于会计和科技 我希望你们听了之后 也明白 以后的工作 真的是 你不能离开科技的 这个需要 因为我很难想象在前面的各种领域的工作里面 是不需要科技的 我甚至刚才开玩笑说 可能连要煮个炒饭 这个Egg Fried Lines 都在讲 可能都有科技帮你炒好炒饭 这样 这个未来 不难的 你一定要开始 所以 不用想着是怎么跟人家竞争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活在这社会 以为天天要快 要跟人家比较比赛 我觉得你已经走过那一段路了 现在进来大学 好好的享受策划 你这几年 这三年里面 这四年里面 怎样把自己预备好 来成为未来在这一个工作领域的一个专家 我觉得这一个定位 这个目标定好的时候 我们应该帮助你们 就是在学校的话 我们就帮助你们身为老师 享受这个学习 成长的这个经验 你会发觉到这样的这个心态 给自己的压力不会太大 然后你越多资料越清楚 原来我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有那么多发展机会的时候 而我不是在跟别人竞争 我是在跟我自己竞争而已 我常告诉学生 也告诉自己 我唯一的竞争对象 我能不能够每一天都比昨天好 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好一点 那我就在进步了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劝告 可以给你们一些提示 好让你前面可以轻松 可以有信心的面对 这一些挑战 这一些功课 而我也祝你们成功 因为你们的成功就代表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国家 有一群使用这个新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继续建立 我们的这个社会 我们的国家 那我们今天下午呢 就要谢谢我们两位 也就是我们的Professor Law 以及我们的Mistang 到我们的这个申学资讯的节目 那在这个节目 我们还有下 还没下线之前呢 我们真的是要呼吁一下 我们所有在线的朋友 记得也就是在4月24号25呢 早上9点到5点 可以先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星座日报的这个平台啊 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教育展 是东马第一场 所以呢 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呢 快点先去扫描我们的这个QR Code 先注册为会员 待会呢 你可以去注册会员的时候 你一看到 就是三维的这个探索业的广告 马上就可以先去请问 因为这一个自我所知 应该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询问了 所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 这一个机会 所以呢 再次谢谢我们两位 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希望再次 还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上我们的节目聊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